就讓他產生一個新的替代 讓他這裡去發揮 去給他必要的支持 好 咱們就從這開始 確實觀眾朋友也知道 我本來也是牧師 在達拉斯的一間教會侍奉 那我就在9月底提出了辭辰 辭職以後我要開始一個新的教會 那秦光是幾位同工 自然就是我们的最核心的童工了 但是我也看见神会在添加新的童工 那我们的目的呢 不是说旧传统不好 也不是旧皮带保 它旧皮带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可是呢新的这些工作 特别是大家关注这一年多 成光的工作呢 这样的工作还真没有什么教会承受得了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新的教会 应该说2022年1月2号 新的教会才正式启动 正式成立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筹备的工作 那因着过去的几个月 还有本来的教会 手上的工作要交接啊 这些确实都劳心劳力 过去三个月能够把每个礼拜 一集小视频拍下来 都批一批命了 这个所以听众朋友啊 这个见谅见谅 如果你们有兴趣啊 关注我们的网站 3ECC.org 我们在这个江湖上就会俗称为 什么 三一堂 三一堂 我们英文 Trinity Chinese Church 对 但是我们因为北美这边的教会都叫某某堂嘛 其实国内不是这样叫的 我们也不是要做一个堂会啊 堂会听起来有点像黑帮啊 不是 就是说当提到教会的时候 一般大家有一个有形教会和这个 比较无形教会 应该叫organic church的概念 就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有机的教会的这个概念 就是你不仅是一个点 对 而是根据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成熟的程度 和他这个神托不别 他在国土里的使命 这个教会是一个可以祝福别的教会 可以扩张出新的教会的这样一个教会 这就不仅是一个location 不仅是一个堂会的概念 但你说堂会的时候 因为堂就是一个地址的意思嘛 教会说你永远就是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地方不停的走大 你讲的已经是愿景了 如果神赐福 我们的新的教会可以建立起来 自然就要扩张开启 咱就说正义经教会 咱们还正式名字 就是说三一华人教会 那咱们这样一个教会呢 怎么真的合成的办法做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像我们中国人说你是言传生教 你没有实体的这种教会的生活的话 你是很难生教的 就是我们基督会一直希望的就是把我们所信的能够能够活出来 那这个所信的要能够活出来 中间是要有类似于这种生命的孕育的 在我们华人的神学传统一般就把它叫做灵修 英文就叫spiritual formation 这个工作一般是只能在教会里玩 那可能还不只是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包括怎么样在家庭里头把这活出来 还有教会的这个整个的服饰搭配 这些其实都是操练新的 你在这些有基础的情况下 你入文化的时候不至于成为极端 因为今天我们也讨论过好些次 那像现在挺常见的阴谋论 这些是很离谱的事情 抓住了很多其实蛮热心的基督徒的心 这挺可惜的 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 然后在教会里能够有基于圣经价值观的碰撞 应该不至于太偏颇 这个其实就是回到传承教会我们的传统来说 我们常常把灵修理解为是内势里的灵修 个人分身的关系 但是其实灵修是可以在公共的领域的 教会其实就是一个灵修的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有一种群体的灵修的地方 早上我看圣经就看有说 主经三章那个 就是你和众圣主义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神的成长度 这个类似的灵修是很重要 但类似灵修以后 你要怎么样主经化的应用出来 你首先在家庭里 你就要跟太太一起明白 你然后在小祖里在教会 你支付众圣主义 在你的公道岗位上 他很强调我们基督的信仰 不是一个只限于私人领域的 他一定是要和众圣徒一起明白 而众圣徒教会里有 家庭里有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领域 社会里有 恩师里也都有 你怎么样和他一起共同 所以这个灵修就产生了一种 公共的效应 其实我们有商量过一场句话 给三一堂的这个意象 咱们今天就不要把它背出来了 但你刚才形容就很充分了 从个人 个人类似的灵修也是需要的 但是那个本身代表不了完全的灵修 他那个只能说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个人灵修 然后体现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那家庭生活也是遵照圣经的教导 去操练出来 夫妻关系 还有这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一个一个的家庭 在教会里头 教会里头不是那就丰富多样了 在各个层面的生活 以前我妈妈说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 真是兄弟姐妹 每个礼拜见最少两次 礼拜五礼拜天 有的还礼拜三也去祷告会 再有礼拜六特殊活动 一个礼拜见四次 但我们以前亲兄弟姐妹 也没这么个见面法 你真的生活在一块 这个还真叫做 与众生徒一同明白 神的爱何等长国高深 这样的基础下 然后再延伸到教会 而社会里头 在社会里头 那发出来的潜力 既真实又巨大 这个就是成光作为一个机构 而教会可以深入合作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